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阿省新当选省长康尼昨日宣誓就职 并成立内阁 针对卑诗省府及省民最为关心 康尼竞选时曾承诺 上台后将会切断对本省的原油供应问题 康尼昨日重申他会兑现承诺 但不会立刻截停对卑诗省的原油运输 康尼率领的联合保守党在阿省省选 击败原来执政的阿省新民主党政府 竞选时康尼曾扬言上任 首日就会暂停对卑诗省原油运输 以报复卑诗省反对康德摩根跨山油管计划 为康尼赢得不少支持 康尼昨日告诉记者 他将会履行在竞选时的承诺 采用前朝政府已通过 有关限制对本省原油供应的12号法案 并正式公告实施 但就强调目前还不是时候 康尼说我们将兑现承诺 但我不会披露内阁的秘密议程 敬请期待 他说他已清楚地说 阿省并非故意减少到本省的原油海运 或是关闭对卑诗省的原油运输 阿省计划这么做的原因 是为了展示阿省政府 有捍卫阿省经济利益的决心 CBC报道提到 在康尼竞选时 康尼甚至明确地提到 有可能在新政府组成内阁 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时 就会裁认并公布该12号法案 该会议定在新政府宣誓后就召开 但康尼拒绝说明 该会议将讨论的具体内容 CBC报道说 如果该12号法案开始实施 则阿省能源厅长就有权 透过原油及天然气供应商的 牌照计划 决定对卑诗省运输的数量 包括运输形式 以及是否应该马上 截停石油输送 阿省政府在新民主党时期 已经通过的12号法案 即是为了对抗卑诗省 对跨山油管的反对阻力 所量身定制 担心康尼上任之后 可能暂停对本省输油 是令大温油价居高 补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加拿大联邦选举调查机构 当年明明已经查出 魁省工程及建筑系团 SNC蓝万林公司 涉嫌行贿联邦自由党 操控加拿大联邦选举的行为 甚至都有已经掌握 一份行贿人的名单 但却因为政治压力 将调查报告密而不发 在2016年 负责调查政党捐款问题的 联邦调查人员 就已经列出了一份 SNC公司捐款人员的名单 但是SNC公司 签署了一份合规协议 承诺不再违反选举法之后 加拿大选举专员 最后还是妥协 不再起诉该公司 该协议规定 参与该计划的所有高级人员 必须在2016年之前 离开该工程公司 而这些人至今都不承认 自己有违规行为 至于那份名单 被列为机密文件之后 则在2016年8月5日 被寄给了联邦自由党 但三年以来 加拿大选举办公室和联邦自由党 都没有将这份名单公之于众 当时的调查显示 在2004年至2009年的5年多时间里 18名前SNC蓝万林员工 董事和员工的配偶 向联邦自由党捐款近11万元 其中包括魁北克省的 4个党派领导活动和4个选区协会 虽然这些捐款是以个人民意捐出 但捐款人拿着收据回到SNC蓝万林公司 公司都会为他们报销 而根据加拿大选举法 这样的做法是绝不允许的 调查还显示 SNC是两边下注 同时也向联邦保守党提供了超过8000元的间接捐款 自2004年以来 企业就被禁止向联邦政党捐款 以防止企业对军群活动产生影响 SNC的非法行动秘密进行了近10年 而尽管调查人员收集到了证据 但加拿大选举专员还是决定不对该公司提出指控 与此相反 联邦保守党就没那么好运 彼得堡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德尔玛斯特罗 在2008年的联邦选举中被选专员指控 称他的选举花费中有2.1万元违规 选举专员在2016年写信给自由党的目的 是要求对方将11万元的不当捐款 退还给联邦财政部 信中称 所有这些捐款都是SNC公司通过个人件件提供 因此不符合违反了法律 必须要交回 媒体记者向联邦自由党索要上述名单却被以赛拒绝 向联邦保守党索要名单时保守党立即提供 两个党派都把非法捐款交到了财政部 家中搜出大量现金的事不是中国贪官的专利 卑诗省列治文的华裔屋主家中就曾被警察一次搜出超过400万家元的现金 警方在另外几间房间内查获超过800万家元的现金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法庭文件显示 2015年卑诗省皇家急警调查洗钱案时 发起一系列突袭行动 在位于列治文Fairbrook Crescent的独立屋内 搜出超过400万家元的现金 该屋有四卧室五浴室装潢高档 配备大理石地板和家庭饮员等 经信屋主和配偶魏小琪在2013年以180万元买入 2015年10月26日 警方突袭搜索该屋后的11天起 就以193万脱手卖房 报道说 2016年春 温哥华警方逮捕三名张姓华人 并从其奔驰和陆虎豪华座驾 及一间公管公寓床头柜中 搜出超过66万元的现金 警方虽掌握三人饭土洗钱的证据 但并未对三人提出指控 法官最后判决所有没收现金充公 环球邮报调查发现 毒贩通用洗钱途径是地下高利贷按机贷款或短机贷款 通过这种方式 独资既能顺利洗白而且非常安全 这类地下高利贷不受规管 也无正规营业牌照 通常是现金放贷 资金来源都是独资或赃款 利息高达39.6% 有些甚至高达120% 法庭文件显示 上述三名张姓华人放款利率是政府规定最高利率的两倍 法庭文件调查显示 温哥华地产市场中 近年17名地下放贷个人放贷金额利息总计4700万元 其中仅张姓华人放贷金额至少总计2070万 这金额只是法庭文件中有记录的部分 只占整个高利贷市场的一个零头而已 张姓华人三人有一名中国客户做地产开发 从张氏三人手中借巨款在温哥华买数处豪宅 此后士赌诚信无法还款便优质大吉 名下豪宅被银行拍卖 其中已出豪宅去年以870万拍卖 法官将其中218万拍卖款判给张氏三人 金姓屋主和魏小吉也是借高利贷给华人 然后又同样的伎俩向法庭提出借款人 房屋进驻 装修或按揭滞留或抵押权 他们提出的所有索贫案中 三分之一借贷要么不出庭 要么庭外和解 结果是这对夫妇无一例外都从中捞到钱 有些还是法庭裁决 当然也有当事人是出庭还击的 多数都是拥有这些部分产缺的家庭主妇 声称钱是丈夫借的 他们不知道 作为加拿大的国民咖啡品牌 Tim Hortons可以说是深受加拿大人的喜爱 更不必说一年一度的卷编编大赛了 这是很多Tim粉最期待的活动 然而卷编编大赛似乎要完 刚刚结束的2019年Rule of the Ring 被爆出疑似欺诈客人的案例 Tim Hortons卷编活动进行半个多月的时候 只有人种咖啡和甜甜圈 其他奖项完全没消息 原来是因为Tim Hortons由内部员工擅自卷开杯子 把中奖的杯子自己留下 再将未中奖的杯子重新卷好 再次出售给顾客 其实早在2018年就有网友在推特上爆出了相应的新闻 更早之前201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Tim Hortons官方还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却传来了卷编编大奖要取消的消息 加拿大国民咖啡品牌Tim Hortons母公司首席执行官Jose表示 最新一季业绩报告显示 全球门店销售额下跌0.6% 加拿大门店销售额下跌0.4% 他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恶劣的天气 此外卷编编促销活动收销甚微也是销量下跌的一个原因 此前卷编编大赛似乎已经不能推动销量增长了 但是Tim Hortons还是没有放弃 而是增加了大奖的投入 但是却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销量反而被拖累了下跌了将近0.5% 这促使餐饮品牌国际公司决定对明年的活动将进行全面改革 因为目前的促销活动已经过时 该公司预计这一季的恶劣天气导致加拿大销售额下跌了约1% Tim Hortons总裁Alex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 恶劣天气开始于1月下旬一直持续到2月底 这影响了加拿大的销量 Jose表示 公司已经认识到要采用一种更现代更新鲜的方式来吸引顾客 目前有一个团队正在研究明年将要推出的全新促销项目 包括无缝数字集成 他预测4月份加拿大的销售额将会增加1.5% 此外RBI旗下的另外两家公司的营业额则相对来说比较理想 Burger King和Purpose两家公司的销售额分别上个季度增加了2.2%和0.6% 过去几个月来地产业不断有人说大多区和大温区房市放缓是联邦按揭压力测试造成的结果 各市地产局每次报告都抱怨因为按揭压力测试房屋交易量又要下滑了 加拿大按揭专业人士协会NPC等组织还警告 按揭压力测试害得一整代年轻人都买不起房了 所有这些抱怨目的只有一个 要求政府取消或放宽按揭压力测试房市才有救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 加拿大央行最新报告得出的结论却是 房市放缓按揭压力测试是起了些作用但影响不大 先是市场心理狂热不理智导致房价失控风涨 后来各种政策和市场因素下买的人少了 狂热盛宴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房市才出现不可避免的降温 报告称安省和卑诗省房市放缓 除按揭压力测试因素外 还有两省先后实施的海外买家税 加拿大银监局陆续收紧按揭贷款央行加息等 买家心理推动房市起落 报告对按揭市场资本实际流向进行跟踪 分析每项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买房决定 结果发现房价失控风涨都是人们自己推动的 报告数据显示2015至2018年期间 买房成本大幅飙升 全国房屋年交易量本应减少5.6万套 其中仅1万套因为按揭压力测试导致 其他都是因房价上涨和贷款利率上升导致 但与此同时全国就业增长强劲 推动家庭收入和住房需求增长 几乎足以抵消买房成本涨幅 所以房市只是放缓而不是崩溃 2015和2016年期间 多弯两地房屋销量大幅增长 涨幅远超过当时就业和收入增幅 房屋交易量是正常估计的10倍 其中多数交易都是因为当时市场买家狂热心理促成 后来政府房市遏制政策陆续实施 这种不理智心理开始迅速消退 换句话说是买家慌了 以为房价会不断上涨 纷纷不顾一切入市 进一步推动房价和交易双双上升 后来在海外买家税和按揭压力测试等多重政策压力下 买家心理从乐观变悲观 即使有经济要素支撑 销量仍跌至正常水平以下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也就是说如今的局面 不要怪外国买家也不要怪政策 一切都是家人自己造成 央行还称房市要很快复苏 似乎不大可能 今后销量还有可能低迷 迟到房价恢复到收入能支撑的水平 但照目前形势来看 销量虽低迷 房价仍坚挺 Zucasa最新数据显示 温哥华仅2.5%高收入人群买得起独立屋 多伦多这一比例仅10% 两个城市中买得起公寓的也只有25%的中高收入人群 去年年底全国家庭债务再创新高 央行预计消费者会继续紧缩消费 开始盘算存钱 这一现象对今后房市有何影响 现在很难说 央行也不愿猜测 只说房市目前进入一个未知状态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